印度德里巷洞中 有位23岁的青年女子 正倾斜着白蓝色计程车 她叫做库玛丽 是一名职业驾驶 在印度女性很少当继承车司机 除了安全考量 另外就是不符合女性在社会上的既有印象 库玛丽接受非营利组织培训 尝试打破性别规范 作为职业驾驶 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别人对她另眼相看 同样在德里 现年29岁的纳兹也在挑战传统 她拥有一辆220cc的挡车 最爱的嗜好是骑车兜风 在印度父权体制下 骑车摩托车象征着阳刚气质和大男人主义 纳兹说当自己骑着挡车在路上时 经常引起别人侧目 尤其是男性歧视 纳兹追求骑车的梦想获得父母支持 她希望透过行动 鼓励女性活出自我价值 不要因为社会的刻板印象 就限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装设综合报导